在嘉義阿里山鄉萊基村有一個鄒族部落 在這個部落裡頭有六座西式壁爐 還有綠建築非常的引人注目 而這些都是出自於一位原住民建築工藝家的巧手 他從小就對建築非常有興趣 不過他在學校學的時候 覺得學校教的和他的想法不同 後來就乾脆自己到工地去實習兩年 現在他成了不少人搶著邀請的建築設計師 這棟外觀融合部落和大自然的房子 採用鋼筋水泥的綠建材那一陣又環保 全出自阿里山鄉萊基村的鄒族工藝建築師 雅麥伊 雅達 烏雅拿 雅麥伊從小對建築產生興趣 就讀專科時卻發現學校教的不符合他的需求 跑到工地實習兩年練就一身好手藝 其實我是反照過去用竹片 然後用那個什麼 那個稻草的一個工法 對 所以 環保 其實你環保 而且它地震它是會軟的 它絕對不會倒 這是環保物啦 它在自家蓋的西式壁爐結合 鄒族傳統火爐還可以烤肉 在部落裡廣為流行 全村134戶就有5座它打造的壁爐 成為萊基村的特色 多麼盼望說我們部落的人能夠跟我組一個團隊 然後就把這樣的一個技術在我們部落裡面 甚至在外面 或是在接一個這樣的工作 讓我們能夠 讓我們部落能夠增加一些 我們本身一些收益 雅麥伊的手藝逐漸傳出部落 現在已經有民宿業者和私人診所請他設計建築 讓他這一身好手藝有了更多用武之地 聯合報仙德嘉義報導